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朋友欢迎来到民主阵线啊 那么这个乌克兰总统啊 泽连斯基贼袭袭袭袭的 向这个中国通报 说马达西齐啊被俄军导弹给炸了 那么有一些智商大概在80以下的 一些中国中国的啊人吧 估计称之为人吧啊 给我发消息说 这个把我们的马达西齐给炸了 俄罗斯真坏 你看啊这个普京就知道吸中国血 人家泽连斯基向河北水灾至卫文殿啊 怎么怎么的好 怎么怎么的妙 怎么怎么的呱呱叫啊 所以我在想啊 呃其实我仔细啊 用星座啊 用血型啊 因为我对这些人的了解程度啊 呃我感觉这些人啊 确实说出这样的话也 这个啊 很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这种性格和这种认知能力的人啊 这里面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富二代啊 有一些这个啊 普普通通的啊 生活过得一滩死水的人啊 所以说呢 你去看 但凡呢 他有这样的认知的人呢 我们称之为这些简中乌纳粉啊 都是大脑有些多多少少或多少有些问题的 或者说这个内心是有些缺陷的啊 所以说呢 就构建成了现在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马达西齐 说到这个事情 大凡有点良知的中国人 他妈的都是气不打一处来 我觉得是37个亿美金吧 就被打水漂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 以前呢 这个中国向乌克兰呢 购买了很多的这些装备 因为我说过乌克兰嘛 在苏联解体以后 基本上就是由一群可萨寡头和一群卖国贼 在这里操纵着 呃 能把卖的东西全给他卖掉了 包括我们的辽宁舰 也是买的啊 以前的这个叫瓦良格号啊 一路呢 回国呢 在土耳其呢 也被这个爱尔多安呢 给敲诈啊 所以说呢 这个包括这个 当时中国国力也不是特别厉害 啊 要走苏伊士运和埃及 他妈的也不同意啊 因为呢 美国不允许这样子弄 然后呢 我们用拖船就走好望角啊 啊 从南非走好望角拖回来的 非常坎坷啊 那么这个乌克兰呢 也把这个野牛汽艇的这个技术 全线的转让给了中国啊 所以中国现在也搞出来这个野马汽艇啊 所以说呢 呃 利用他的这种卖国性质吧 啊 中国呢 确实也在这里收获了不少技术 那么唯一我们最看中的就是这个马达西奇的这个航空发动机 这个技术啊 这里面呢 毛子因为他不可能把他的这个核心的发动机这个这种技术啊 转转给中国 或者说跟中国一起来研发研究 啊 毛子卖给中国的战斗机啊 只要你想拆发动机 他会有 他有一个自毁一个一个一个装置 就毁掉了 核心的东西你就看不到了啊 那么中国呢 也很着急啊 中国的第一工业国策 那就是搞出大飞机啊 这是中国的第一工业国策啊 就要搞大飞机 所以说呢 搞大飞机就是要发动机嘛 供个发动机技术 所以我也说 我现在不要老是去搞什么电动车 你这种汽车的中国自己的性能车 也是要造的啊 3.0T 4.0T的技术也是要去攻攻克的啊 对不对 你连这个汽车的发动机 你都没有摸透啊 你说你飞机的一些最核心的一些部分 你肯定啊 也是也是需要长时间去去这个花很多时间的 那么中国呢 在过去呢 对这个乌克兰这个马达西齐啊 非常的看重啊 注资啊 然后呢 也是搞了很多专家啊 也是呢 把这个厂子啊 垂死企业 给他给他什么盘活了 盘活了 那美国呢 就不就不愿意了 那美国呢 就要叫这个啊 原来呢 是这个亚努科维奇 亚努科维奇都无所谓的啊 那么后来那个什么波罗生克上来了啊 这个家伙呢 也是啊 只要有钱 他也是个犹太人啊 只要有钱就行了啊 那么在他那个时候呢 达成这个协议 那么泽连斯基上来之后呢 去你马尔比的啊 就就把你就把你中国 直接这个东西给 以国家安全名义 直接给你没收了 那当时呢 中国跟乌克兰关系 是相当相当糟糕的啊 然后呢 就就打了这个俄乌战争 所以我就说了 不要因为泽连斯基 发了一些啊 慰问河北灾民的一些话 就感动流涕啊 就不得了了 你这样的人 在我看来 在公司也是被老饼 老板画的大饼啊 给你冲击冲的啊 你你已经啊 严重营养不良了 啊 就像我有 我身边有些 有些同学啊 说我跟单位领导 关系比较好啊 领导总是跟我说话 总是拍拍我肩膀 鼓励我啊 但是我说 那我说你怎么 这个报销 怎么实时不肯 不肯给你报啊 呃 干了几年了 加工资没有 啊 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 就给你弄几个漂亮话 给你什么圣诞节的时候 公司弄你圣诞节氛围 啊 这不是假模假样吗 你真正他妈的要弄氛围 就是放假 就是发给钱 实实在在的 啊 所以老兵这样的人呢 就不能去上班 我到哪个单位啊 领导都是防着你 都很害怕我啊 或者说呢 我是会带着啊 我们这个员工工会啊 公然呢 就是造反啊 公然就就是这个 啊 所以说呢 我只能自己搞啊 我不能去帮别人搞 帮别人搞人家 这妈的啊 都都因为我不吃这一套的啊 因为老兵喜欢 实实在在的东西 你跟我讲那些大话 空话套话啊 我就当你是个屁 我连耳朵 做耳朵静 都不愿意静 都不愿意从脑袋里过 右耳朵出 来讲对吧 老兵都不愿意从脑袋里过一圈 啊 你别给我扯这个东西 实实实实在在的啊 所以说呢 就好像这个对待泽连斯基 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你实实实实在在的啊 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别给中国扯这些东西 啊 对吧 咱们也是属于超现实主义者 啊 所以呢 为什么我会支持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就是超现实主义者 进攻型的现实主义 搞政治 就是就是要搞实际 搞搞务实 不是搞务虚 啊 打官枪啊 排炮 那个没有 没意思啊 所以说 这个马达西 西齐这个 这个也很惨 现在呢 最终被什么 被俄罗斯导弹给摧毁了 啊 中国呢 自己也搞出来发动机了 对吧 你像现在歼15啊 F 而不是 这个歼20啊 啊 这个运20啊 都用了自己的发动机了 啊 现在就是一个 战略引擎轰炸机 这个发动机 要搞出来 双飞的啊 C919的发动机 要搞出来啊 包括这个啊 中国版的空客A380啊 波音777这种大飞机 这个要搞出来 这个是要攻克的啊 对吧 所以说呢 马达西齐最终啊 本来是一个香波波 一个正常国家 应该去正常去做的一个香波波的一个事情 现在呢 搞的就是化为 一片灰烬了啊 专家的 技术专家的也流失了 中国自己呢 也搞出来了啊 最终呢 就那么一地鸡毛 所以我说乌 乌克兰人啊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乌克兰人的可恨之处是什么 就是没脑子啊 就是他妈的不团结啊 就是他妈的不把命运掌握在主体民族手中啊 让这种他妈的不三不四的这种族去他妈统治 那你他妈不是个死吗 啊 你去看看中国历史上也是 只要他带上他妈一族统治 他妈的那个逼啊 你又哪有什么好果子吃 你要一个满清 给中国带来多大的灾难啊 中国多少他妈逼那些丧权鲁国的条约他妈逼 是满清签订的 对不对啊 所以我就讲 命运就是要掌握在主体民族手中啊 非我族的亲逼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 这乌克兰人就是就是蠢妈的 所以说呢他今天会有这样的这种下场 当然我也很通行他们 你说你们蠢吧 也没有这也不是原罪啊 但是你要去承受如此巨大的这种灾难 那冬天吃也没得吃喝也没得喝啊 是不是多可怜的小孩啊 但他们现在在欧洲到处流浪 我说在塞尔维亚我也看到好多乌克兰难民 拿个床垫子睡在马路边上 是吧 当年人会给吃给喝的啊 都是斯拉夫兄弟嘛 是不是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这个中方呢 这次去参与了这个沙特 给沙特面子啊 我看到那个照片 我也觉得挺逗 这当中好像是沙特吧 旁边坐的美国沙拉文啊 和那个纽兰啊 那马比纽兰加尔组啊 我跟你说 这乌克兰马比最后货手啊 纽兰 他国务次行纽兰啊 然后还有这边啊 做的这个中国李辉啊 跟两个副手啊 特别逗啊 特别逗 那去参加了 那实际上是给沙特面子和平进城嘛 沙特也要也要增加他的这个地区 跟国际影响力嘛 中国当然得给他面子 那中国 那么美国也报道了啊 包括这个美国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大脸吧 也说 哎呀 这中国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啊 啊 好像呢 俄罗斯没才没与会啊 这就是他们大伙联合起来 框他妈俄罗斯呢 啊 对吧 但中国也说了 我参加会 不不意味着我代 我答应什么 啊 尤其是尤其指的就是 这又说 就是说你美国讲的东西 我不会答应你的 我只是来参加一下啊 我支持这个沙特做这样的角色 我们是热爱和平的 沙特呢 也是咱们盟友啊 那就这样去做 至于你美国 你西方在上面提什么 要求呢 中国啊 不感兴趣 啊 没有啊 对吧 这个跟你美国在全球各个维度斗嘛 跟你搞事情啊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的最新成果 会让别人吓一跳 那么 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欧洲企业在俄罗斯市场至少损失一千亿欧元 欧洲大型企业在俄罗斯市场 损失至少一千亿欧元的损失 啊 这就是他们交出来的成绩单 那么 另外一个成绩单呢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让人觉得 啊 匪夷所思 什么叫匪夷所思呢 就是 尽管受到一连串制裁 俄罗斯那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 根据今日俄罗斯8月30日报道 最新的世界经济报告显示 尽管受到西方制裁 但截至2022年底 按购买力评价PPP计算 俄罗斯挤身世界五大经济体之列 并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官方国家数据推测 接着去年底 按购买力评价计算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为5.5万亿美元 报纸出 这一串数字比官方的3.99万亿美元高至38% 报告还显示 以购买力评价衡量 俄罗斯经济领先于德国 后代的国家生产总值为5万亿美元 对吧 大家想想想想想看 这就是实际的经济数据 俄罗斯这个账越打越逼越牛逼了 越来越变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了 这个真的是搞笑的不得了的事情 而且人家还不算他的真正的 这个全部的这个潜力 就算你这个购买力吧 所以说你就这个仗打下去 俄罗斯他愿意打 他又愿意打呀 就跟你耗吧 那么耗到尼欧洲 他妈的海枯实烂了 那么现在呢 还有一个 尼日尔这边啊 这个局势啊 这个法国呢 支持这个西贡体 法国呢 也拒绝从尼日尔撤军 尼日尔民众呢 也是说了 我们有鱿 有黄金 有石油 但我们过得跟奴隶一样 这是人民的选择 而且尼日尔现在宣布 关闭领空了 啊 然后呢 这个也向瓦格纳 啊 请求帮助了 瓦格纳呢 现在也在 也承包了这一张合同 啊 那么就要 要替这个尼日尔去维稳了 啊 那么你美国跟法国 敢轻举妄动吗 尤其是法国敢轻举妄动吗 啊 现在尼日尔也暂停对法国右矿的供应了 啊 所以现在呢 我说过这个战场是非常巨大的 啊 战场 不仅是在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 啊 顿巴斯这一线 战场也在欧洲 战场也在非洲 战场也在中东 啊 而且 阿尔吉利亚 刚刚来过中国 阿尔吉利亚明确反对啊 军事干预尼日尔的这个证据 让尼日尔自己去选择 啊 所以说法国现在很着急啊 很吃紧啊 没这些右矿妈 那个逼这个电价 八月一号刚刚上调百分之十 可能九月一号要上调 再上调百分之十了 那我们高傲的高卢雄鸡 怎么办啊 啊 高卢雄鸡 怎么样去装这个逼 啊 现在欧洲人 不是现在在带薪休假吗 啊 法国人在带薪休假 他怎么带薪休假 他他妈最终会穷的 前面一个卵 后面一个屁眼 连裤衩都不剩 啊 对不对 跟俄罗斯去搞吧 现在欧洲 我跟各位讲 我说的去了欧洲啊 别去欧洲旅游了 啊 物价太贵了 我这次他妈的都 至少啊 按照这个 这个欧战争的这个成分来讲 我至少有多支出一万多人民币 啊 我至少多支出一万多人民币 啊 你想想看 这个他妈的不划算 啊 欧洲这个屌地方也没啥意思 啊 能回来就减少回来吧 在那边待着没啥屌意思 真的没啥屌意思 你就赚不到钱 啊 都他妈被这些基础费用 给他们严重拖垮了 现在欧洲人都都不出国旅游了 而不都不出盟旅游了 就在欧洲内部稍微转一转 啊 好地方都去不起 都能去一些穷地方 啊 对吧 这次在这个塞尔维亚 在黑山 那多少的吗 欧洲人在在这边 啊 就是那些其他地方的 发达达提的 啊 是吧 这就是什么现实 孩子能出自己的这个地盘吗 出不了了 啊 飞机票都贵死你 啊 坐飞机都不一定有餐食吃呢 你坐头颈舱都没餐食吃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观看